里面浅 嗨 大家好 欢迎到外面台北 今天都来看展 我现在来到的是台北创意文剧展 我们这一次来看一下 大家今年會展出哪一些很不瘦的文具吧 今年的台北創意文具展拿 主要分為文具廠商專區 設計完創意主題館 還有主招帶主題館 文具廠商專區 有各位熟悉的文具大廠 商品類型非常多樣化 不管是筆類還是各種的工具類文具 都是應有盡有 詞曲主題畫面 用其實混合但分為真一位 非常適合的文具 要頒獲得的文具 要頒獲得不一位 但是發生率 標課 從廣音店あたり 這個是那個像書的屯錢筒 如果是在學校或者是在家裡 就可以跟你的書櫃擺在一起 好像氣質很好 太貴重的是不行 但是你簡單的啦 你的存著的印象 或者一些這邊證件 放著跟你的書櫃擺在一起 這個很快樂 這個是那個 我們跟日本 他畫家合作的 三分貼耶 圍櫃的遊戲 形容器 小諷菇 Muchas擺得到 這一節 一分貼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之前在文博會上面曾經帶回一些這一種可愛的小電視貼紙 來看看這一邊是防疫系列的語錄貼紙 這一回我要帶回國民女婿羅傅 你看這些人物真的是又傳神又很有個人的風格喔 它原本應該都是有攤位的 可是因為是疫情或是一些自然原因吧 所以他們都沒有出攤 紙膠袋主題館 這一區裡面有很多大家本來都熟知 或是從我們頻道認識到的美好紙膠袋品牌們 那這一次我也找到不錯的品牌來做小訪問喔 一起來認識他們吧 所以它這一整裡面你剛才說它是有故事就對了 對啊 它就是古希拉建築啊 經典的古希拉建築 每段文章都是在講那個建築 然後它的地理 所以我現在是建築所認出來的 然後這個泡是泡的熱神殿這樣子 就是這一個 對 然後還有一些住坑啊 住址的一些經典的揭曉這樣子 然後它是品質啊 它的特色啊 然後他們使用的建材啊 文具展就是在這個區塊 就是文具展的方向 多少了啦 消費完畢 裝備完畢 我又再一次入手啦 每次只要到Debra的攤位啊 就一定要看看我還沒有補齊的顏色 這一次我是把兩款綠色 還有粉紅色以及橘色買到手囉 距離搜齊之路又更近一點啦 好 我們來試色一下喔 這個比較深的粉紅 橘色還有綠色就不用講了 它就是很顯色 那這一支比較淡的綠色啊 同樣很顯色耶 不會說寫了就看不見很加分 只可惜我們的攝影棚不可以使用綠色 不然我是有點想要天天帶去更換顏色來使用啊 剛才前面提到的鳥控啊 這一次我依然是帶回了幾款 很有個性的風格貼紙 除此之外呢 我還選了一款 登登 這個是國民女婿羅一軍羅戶座呢 它是推薦大家回家洗手的防衣系列喔 是不是很日常又很俏皮呢 說遠的中性筆啊 在上一次的電角石小探險當中啊 我也有選到它啦 不過它的位置啊 剛好不在我們遊戲活動範圍裡面 所以我是暫時忍痛割捨了 剛好這次文具展難又碰上它了 而且價格更便宜耶 所以馬上收兩款分別是 墨蘭迪2還有國風5風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的筆身啊 這種磨砂材質的質感啊 非常加分耶 從頭到尾都同一個顏色 這也是蠻討喜的 我發現最近的筆啊 都好喜歡這一種景約的風格 好我們先來看 墨蘭迪2系列 我本來是有一點擔心說 這個蒼梨和藍綾的表現力啊 因為筆桿看起來顏色偏淺 可是寫起來還蠻清楚的耶 那我這五隻裡面啊 最喜歡的是風杏 因為這個藍啊 看起來很像是知識份子 好再來開這一套風華 這種古風的包裝啊很美 它的洛神啊真的很洛神耶 是洛神花茶的那一種 那蠶娟的黃啊 表現也很好 不會說起來以後看不清楚 這一點有過關 但是我最喜歡的是蕭香 因為林黛玉就是蕭香妃子 她住在蕭香館裡面 所以十隻筆裡面啊 第一名就是她啦 這款捷運卡套的圖案很有創意啊 那這個是我購買來書園之後 它會的工作人員送給我們的 這個手揉蛋款式啊 它可以扣在包包上面 還有附贈掛繩 這是一個蠻有設計感的單品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使用過 這一種好好夾呢 對於整理文具來說啊 它算是不錯的專利小物 它不但有分不同的尺寸 可以夾得文件厚度也不一樣 還有非常多的樣式可以來選擇哦 那我是購買了這些可愛的表情符號款 那這些國旗款呢 是我同事送給我的 剛好來擴充我的館藏系列 好這款是帶離型紙的PET膠帶 上面的古風美人 就是我很想入手的款式 這些美人旁邊還搭配很多氣質的花卉 整體氛圍真的非常優美 那我在購買的時候啊 考慮是要亮面的還是霧面 那不過因為先前的漂流箱裡面啊 我有獲得亮面了 我猜我的漂友們 有可能會給我霧面的 我猜啦 所以我是果斷先帶一整整的亮面回來 你看這看起來這麼的漂亮 是不是很想要立刻拼貼出一幅 復古風的作品呢 我們在前面的展場片段啊 大家是不是有稍微了解這間品牌的產品呢 我最後是購買了這一款金閃閃的華麗文字系列 它整體非常大氣啊 而且很有時尚的設計感 它上面的字也是非常勵志 還有這一卷很美麗的古希臘建築風格紙膠帶 它不只設計內涵啊很有意義 也很適合融合在復古的風格拼貼當中 設計師說啊 這是希望大家可以隨手C段就拼貼起來 所以它沒有設計帶離型紙 那最後呢我是入手了一款 前面看到的收納小鐵盒 這個華蓋式的設計啊 非常的吸引人耶 好我們透過這個包裝啊 還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小貼紙 像是埃琪還有土耳其的圖騰在上面 哦它有幫你裁好的金字金圖案 還有這些小貼紙 好可愛哦 以上呢是我這一次在創意文具展的收貨和介紹 雖然說參展的情況還是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但我們依然是有找到一些有趣和實用的好東西哦 如果您對這些內容有什麼樣的疑問 或是想分享什麼文具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哦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